好的,回來 介紹第二隻Manty Torosa的魚人 魚人 The mate 這一隻 他真的就隨著 平身附一張塔羅給你 讚 你可以幫我們講一下為什麼這一隻叫做魚人嗎 然後他是不是跟塔羅有一點什麼樣的關係 他就是 就是 調香師那時候調香的時候 他去 我是看他的那個影片 他去塔羅牌 隨便抽出了一隻 然後抽到了魚人 他就以這一張塔羅去做調香的概念 然後去調這一瓶香水 然後 魚人其實 塔羅牌的魚人 他是唯一張沒有數字的牌 然後 他是一個穿著顏色鮮豔的人 然後 他是 時間 他應該算是時間空間的旅者 然後 然後 大無味的旅者 可是我看到這張塔羅 我是第一個想到的是那個啦 唐吉科德 我覺得唐吉科德就是以塔羅這一張漁者去做 設計的概念 因為魚者就是大無味的旅行者嘛 覺得跟唐吉科德那個故事的精神很像 因為你要從生活中的經驗去獲得很多東西 所以魚人不是真的愚笨的人 是 生活上像個學生一樣 不斷的去請教 去吸收去學習 對 就所謂大智若語 越有智慧的人 越是真正的低調 魚人應該是指 你要帶著 開創的心 然後去體驗 去學習 去啟發 他可能是一個開始 跟一個過程 嗯 好 但沒有結果 結果 因為每個人結果不一樣 你一定要開啟 對啊 有所經歷了之後 你才會得到你自己該獲得 所以那個結果是你自己 OK 結果的定義是自己下的 其實應該是要自己下 雖然大部分都會被別人牽著走 是 好 那魚人聽說也是 玫瑰釣 對不對 對 那跟著 也是木質玫瑰釣 他是木質玫瑰釣 但我 剛剛那一隻 其實 天賦 沒有感受到什麼玫瑰釣 我沒有欸 真的真的 真的假的 我怎麼會 我沒什麼天賦的感覺 嗯 有啊 他覺得 沒有他覺得 被兩感取代掉了 偏皂感對不對 你是不是覺得他很像肥皂 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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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破合的味道比較重 是 玫瑰花瓣明顯 這一隻剛好跟你像吧 對啊 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隻 魚人 魚人馬頭 你已經很 你是不是最近很想去 很想去玩 喔 這個有一點 酒釀玫瑰的感覺 對 有酒香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好像玫瑰 那個 葡萄酒的像木頭 嗯 喔 很像美酒有沒有 對對對 很像美酒帶一點甜甜的 有有有 嗯 釀製的感覺 嗯 而且有 而且我聞到有帶一點藥草的味道喔 你們有沒有一點藥草的味道 因為他 前面是東方新香這樣 哦 對 嗯 嗯 哇 兩隻 真的是完全不同境界 對啊 對 完全不同 必須說這個有點是 藥感玫瑰 嗯 就是 非常豐富的香料鋪裡面 藏著一朵玫瑰 嗯 那這個玫瑰呢 不是新鮮的啦 應該是 呃 也是已經乾燥收藏起來的感覺 或者是 呃 釀在那裡的 玫瑰也沒有人用釀的 這感覺是你走到深山裡面 看到的一朵玫瑰花 喔 就是開產品 布 布 那什麼叫什麼 斬草 斬了非常多草 然後開露了 然後突然看到一個 一朵漂亮的玫瑰 嗯 因為它前面的那個 東方新香料真的 很明顯 是 嗯 我覺得那個像酒感的香氣應該是丁香 嗯 跟肉豆蔻結合起來的感覺 嗯 然後因為它有一點胡椒香 所以 它讓丁香跟豆蔻聞起來又不會太 這麼藥啦 因為後面其實現在開始香了 因為那個胡椒 已經沒什麼藥感 對對對 胡椒的清香出來之後那個藥感就不見了 是 可是我 你覺得的藥感 在我的 嗅覺 聞起來真的是 酒的感覺 嗯 剛剛這個新香料 褪去了之後 我覺得它開始出現沉穩的玫瑰出現了 嗯 老實講 我的手上都是 我現在好像梅子喔 我手上很像梅子 我的已經很玫瑰了 我的現在 非常的玫瑰 我的 我的一開始的酒釀 加那種甜感的過去之後 現在是一種 非常乾燥 像在那種稻草堆 乾燥感的玫瑰 嗯 非常的好聞 我們三個真的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啊 好好香 不一樣耶 你看耶 我的真的超梅子的 它的整個已經沒花出來了 你的有點在叢林裡的玫瑰了 對 我還沒 我還在 我還在開路 我的是酒釀玫瑰 我還在開路 酒釀嗎 酒釀的玫瑰 不太一樣 我覺得我要在展場 然後把鹿開出來 對 你的酒香比較多一點 所以真的每個人不同耶 對啊 嗯 嗯 不同 如同天賦每個人都不同 那 如同每個人愚笨的地方 也不盡相同 每個人 要開啟的天賦不一樣 每個人要開啟的天賦不一樣 這個厲害 我覺得這兩支很特別 一個可以晚上噴 一個可以清晨起床授噴 對對對 這個時間點抓得真好 對啊 那講一下這一支 你們如果是這樣子 掉性走法的玫瑰 那你們會把它 在什麼樣的時間 什麼樣的場合 什麼樣的穿著 我推薦一下 這一支會晚上 晚上 我會晚上噴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適合 你晚上跟朋友有聚會 的時候可以使用 或是你睡前 也可以噴這一支 剛好睡前噴完之後 反省一下 今天一整天的過程 然後再進入睡眠 對 那另外一支是白天清晨 這支屬於晚上睡覺 對 先把今天走完一次這樣 對 那你的生活還蠻累的 還要睡前還要想一下 這樣睡不著了 無日三醒無聲 果然 睡不好 難怪你會進步 這個我沒辦法 都30秒 今天還好過完 不是 對 就睡著了 現在就睡著了 後來我睡不好 好 太醉 那這個穿著勒 穿什麼樣的衣服 穿著 我覺得這個真的 就跟這個塔羅表現的 你可以有各種 比較 不一樣造型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 讓這一支香水穿上身 對 就是它倒沒有居限在於 你是只能做什麼樣的打扮 對 但我覺得它就是 可以配合你想要 今天想要有一點 來點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試看 用這一支香水去搭配你的穿著 去開啟你一整天的冒險 嗯 好 晚上的冒險 那心裡咧 我覺得這一支 給我的感覺就是 比較內斂一點的 對 那 就是可能你在比較想要有 自己的空間啊 或是說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然後或是你想要 像說獨處啊 冥想啊 自己比較 嗯 心情上想要沉穩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支非常適合 它就是比較內斂 對我覺得這個 味道對我來講是這種感覺 就是比較 心情會比較 下來一點 就是讓你可以比較 舒服 可以休息 放鬆的感覺 是比較沉穩啊 不是心情那個 盪了下來的 不是那個 就是那個盪 就是比較 可以放鬆的 是 你有改變了嗎 我 我整個變煙桿 為什麼會有煙桿 然後我的還是 還是在乾燥玫瑰 這樣覺得這一支 欸 也很像乾燥化的香氣 對啊 對 這個 然後像我覺得如果是 穿著的部分的話 嗯 我會比較看心情啊 所以 一般其實我覺得 不管 就是香水對我來說 是都 我覺得都可以 就是沒有分說 一定要白天或晚上 就是看心情噴 對 就是都ok 我覺得都可以 穿著就都可以了 對啊 好 因為它也不會到 氣場太強說 讓你覺得在 穿運動服的時候 不能噴 或是說 一定要正裝的時候噴 就是我覺得都蠻適合的 都可以 嗯 這一次好適合噴 然後跟朋友去餐酒館吃飯 好 ok 那我們 前吊 先介紹到這邊 好 那我們待會後吊 再來聞聞看它有什麼 不同的程式 好不好 因為其實光從前吊 它的變化已經算是 相當快了啦 也範圍也很大 嗯 那我們更需要 給它一點時間 看看後面 會變成什麼樣 待會見喔 對啊 來 我們從魚人碼頭回來了 魚人 嗯 這個瓶子要介紹一下 好 好 它說它這個鈴鐺 為什麼掛一個鈴鐺 是因為代表 魚者要來了 然後就會有鈴鐺 平行你魚者要來 是 可能是塔羅牌的那個故事 嗯 然後它全部的 這都是手工捏造 對 這好像是 是頭嗎 九哥石膏啦 石膏 對這石膏 對啊 它也沒有說它這個代表什麼 它就是一個 手工捏造的 人 像戴著帽子的人頭嗎 我覺得很像人頭啊 就是魚者的那個 魚者的頭 還是 還是是那個川普的髮型 哈哈哈哈 就是看自己想像喔 對 川普的髮型 這邊看也很像老鷹的那個 也很像老鷹的頭 對 對 有啦 這一面像老鷹的頭 當你旅行的時候 你要像老鷹一樣 對 那正面看的話 就是川普的頭髮 要開過川普 川普 天哪 有點像 好 來 講一下魚人的後段 就是魚人的後段 跟剛剛那一瓶天不完全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那一瓶是木質雕要完整呈現玫瑰花 這一次的玫瑰花是要幫助呈現 讓那個緩和木質香跟東方性香 因為它在我手上其實我一直聞不到玫瑰 對 我現在整個就是木頭 可是你的玫瑰還算明顯喔 我覺得我聞你的 對 我聞你的玫瑰是比我的明顯 我一直聞到那個豆蔻跟丁香還是隱約在 所以有一個酸酸 很像橡木桶的那個 就是釀紅酒的那個酒桶的香氣 然後 可是我喜歡 我還蠻喜歡這個木質雕的 是 就因為 它可能中段用天竹葵跟玫瑰 所以因為天竹葵是像玫瑰花香的木質雕嘛 所以它在我身上我覺得它真的就是 剛好跟那個不一樣 那個是完成呈現玫瑰 這個是玫瑰來襯托所有的木質雕 因為這兩支後段其實都是廣闊跟學壽 可是 兩個呈現出來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這一支的木質雕還蠻明顯的 可是是好聞的 是 那 那 Sindy 覺得 咧 在妳身上厚調它呈現什麼樣子 這支給我感覺就是 比較 暗黑色系一點的 然後它有點像是在 那種 酒桶喝完之後那個地 然後你又聞到那種 就是它的余韻的那個香氣 有有有 形容得非常到位 然後帶一點點玫瑰 但其實它玫瑰味真的是沒有非常非常明顯 是 對 但是它那個那個酒香酒 就是 那又不是一開始那麼很明顯的那種酒氣 它是就是 銅底那種喝完的那種香氣 對 你紅酒瓶 紅酒喝完之後 酒瓶應該會剩一點點嘛 然後你透過那 酒瓶口聞到的那個香 對 威士忌的那種底的感覺 或是水的威士忌底 對 你們這形容非常的棒 嗯 就是酒瓶酒杯裡面喝到底 然後你聞一下這個杯子 嗯 它的那個香氣 然後它的木質調是很舒服的 很像 嗯 嗯 比較暗黑就是說 就是可能 穿 如果是搭配到穿搭衣服 不會想要穿白色系的啦 不會 對 它就是比較 那你覺得就是在很安靜的空間 然後暗暗的 對 然後很舒服的一個味道 這個時候聞到這個味道 你會覺得非常的棒 嗯 對 好 那我的想像畫面是 我是在這個 中東的藥材鋪 藥材鋪裡面 香料 香料藥材鋪裡面 香料鋪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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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藏著一朵玫瑰 嗯 好 那這個玫瑰 是可以讓你感受到它的存在 但是它就是被 滿滿的香料鋪 呈現出來的味道 給包圍住了 對 好 那它並不是 非常的凸顯 不是香料鋪 外面就擺一朵玫瑰 不是喔 是你要進去之後探尋到 喔 原來這裡有一朵玫瑰 這樣子 那它也屬於 在我身上它是屬於偏 有些 濕潤的 可是卻是在乾燥的藥材鋪裡面 嗯嗯 那它含有一點 酒香 呃 藥材香這樣子 對 這是我的想像中的畫面 嗯 好 那厚調你們的變化大嗎 那厚調你們的變化大嗎 還好耶 我覺得也沒有 剛剛前面是 東方香調 對 現在就是乾燥的花香 是 我覺得它是跑得快的啦 對 那一開始味道很快就會變 對 一直在轉變 對 那但是厚調的話 它就比較沈穩下來了 嗯 OK 那它這一支 玫瑰的表達手法也 算是相當特別 嗯 對 是乾燥的玫瑰 是乾燥玫瑰 是需要 慢慢品嘗的 嗯 對 有些人可能剛噴這支會 嗯 這是 玫瑰嗎 嗯 慢慢的去了解它 是 你要經過探索 一段時間你才知道說 哇 原來玫瑰藏在這裡 嗯 很像這個在尋寶啦 嗯 好不好 在 中藥鋪裡面 不是 在這個香料鋪裡面 尋找玫瑰 對 來 有爆乾燥花的香氣 是啊 OK 我真的蠻好聞的 對啊 但是因為那個天賦實在是太好聞了 就是兩支 你的這個玫瑰還比較強 它的玫瑰一直都很強啊 我的沒有 我覺得你的是有 但我的比較木頭吧 我身上幾乎玫瑰香氣是蠻明顯的 這兩支真的在我們三個人身上都完全呈現不一樣的 是是是 所以看起來 你是小魚 你是中魚 我是大魚這樣子 什麼意思 就是 以分類來說的話 我是最笨的啦 對 哪 你也不去吧 大支入 大支入 好 你怎麼開始學豪哥講反話了 沒有 沒有沒有 我一直都是講反話 不是 好 看一下 來 那這一支玫瑰0到10分 明芳會給他 我會給他9點5分 9點5分 我還蠻喜歡的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兩支都是我喜歡的玫瑰花香 嗯 就是我覺得我剛有跟Cindy講 我說這兩支不輸一輪跟貴婦 是 是 對 就是 我覺得這一支的玫瑰花香 呈現出來的感覺很特別 然後 就是很符合調香師的調香概念 嗯 就是他想要呈現給你那個氛圍 是 然後在身上的表現 是 然後在身上的表現 那個層次是很 特殊的 對 嗯 就是 我覺得這個味道是會讓你 越聞越有感覺 是 就是它是一個耐人尋味的香氣 嗯 耐人尋味 然後你會讓 你會想要把它留在你的身上 對 對 你會想 一直去探索它 沒錯 等一下會變成什麼樣子 對對對 對 就是 就是 可能你越 就像我們明確的知道它是玫瑰基調 但是就是一直隱隱約約的還沒出現 你就越想要貼近你的鼻腔去吸說 你知道你的玫瑰來了沒 對 這種感覺 他呈現出來那個 不小心呈現出來那個酒香 反而會讓你覺得 會一直想要去聞它 是是是 對 這個酒釀玫瑰 對 好不好 不是酒釀湯圓 是酒釀玫瑰 哈哈 好 來換Sindy 越聞越想喝一杯 沒有 哈哈 等下去開一瓶本酒 沒有啦 哈哈 好那Sindy 0到10分 8.8 怎麼說8.8 因為這支我可能齁 就是 類似調性的香味 我 我比較沒有那麼愛酒香的香調的香水 對 所以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這一支 如果跟 譬如說 類似的玫瑰有廣闊的貴婦比起來的話 我會更喜歡貴婦一些 OK 然後 這一支的話 如果喜歡就是那個香味是比較濃郁深層的那種給你那種感受的你可以試試看這一支 它滿就是像剛剛美鳳姐說它是很耐人尋味的一支 我覺得它不是那種一開始就讓你覺得喔這是什麼香水這樣 它是需要一段時間去讓它在你身上表現看是不是你喜歡的感覺 是 它可以在你手上就是醒香 哈哈 醒酒 對對對 需要慢慢的去品嘗它 好 跟酒一樣 好 那我本身 0到10分 如果以酒香 你喜歡酒香的話 這一支你絕對不能錯過 好 第一次我聞到酒香跟玫瑰搭配的 就是應該就所屬這一款的啦 因為很少有做這樣的結合啦 你可能多半聞到是烏木玫瑰啦 或者是之類的 玫瑰 但是這個綠桿玫瑰 那這個是第一次是酒香配玫瑰 非常有特色 那這個特色感的話我會給它9.2分 那如果以喜好程度的話我會給它9分 也蠻高分的 算不錯 那 因為它算是別處心裁啦 對 如果你是男生你不太想要跟別人一樣 但是有一些玫瑰味在身上挺不錯的 可以去探索的 我覺得Mintitrosa這個魚人 是頗受好評啦 可以試試看 對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介紹就到這邊囉 好不好 歡迎你來 好 什麼大陸 這個好像有翻譯耶 怎麼翻譯 沒有這個卡螺牌後面是真的有東西耶 真的啊 有啦 我覺得它對阿 因為它是英文嘛 所以它不可以翻譯 拋開一切跟隨你真實的自己 喔 它沒有寫一些 它要你拋開一切跟隨你真實的自己 草原後面的英文是真的有含義的 喔 那會不會每個人都不一樣呢 應該是都一樣啊 就是代表雲人的意思 拋開一些 世俗的家所做你真實的自己 對對對 那種感覺 好 所以不要盲從啦 就是不要別人說 九點五分就給它買下去囉 對 對 就是要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來試相 對啊 所以需要來試一下 對 因為每一隻大家喜歡的 不喜歡 也有可能你很不喜歡 有可能 所以大家要試在身上看看 對 我們喜歡的不見得是你喜歡的 對 那你可以來試 對 然後每個人都不一樣 是 好 那這樣 就是有參考我們節目才做得下去 沒得參考就可以收一收了 大家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時間 可以親自把它試在身上 所以這個影片的目的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待會 用更簡短的30秒 來跟大家表達 這一支香水 好不好 好 拜拜 拜拜